要让部落营造出健康快乐希望的生活环境 圆明会105年度部落3H动力工程专案计划 邀集各部落的执行单位 来到南投埔里进行两天的训练与研习 我们计划是从1月6号开始执行 我们要让我们的执行单位 他更能了解跟深入说 他计划去执行要怎么样去做 然后还有就是 还有一些办理一些课程 其实都跟我们计划里面有一些连接这样子 这项计划除了要营造友善良好的部落生活环境 让部落族人的健康习惯获得改善 同时也提供就业机会以及培育志工 希望借着计划执行的内涵 重建部落传统文化与互助合作的精神 我们目前有进行的就是种菜 我们是用闲置的空间做种菜 然后再来就是清扫社区 还有就是我们有做健康减重 对我们目前都有做那个假日的教会 跟小朋友跟他们的家长 就是利用教友的力量 然后凝聚他们做一个扫烟 扫酒扫冰的炫导 主要就是在健康快乐 还有存在希望的三个元素之下 我们把我们的社区给做好 给了改头换面 那只有这个机会 能够把我们的社区 再找回以前我们旧有的一些精神跟文化 透过两天的研习与讨论 大家都希望将获得的知识带回部落 也让这项专案计划的运作 更符合每个部落不同的人文与需求 记者No 南投普里采访报道